那这个到底要做什么用 做什么用 那接下来的各位就不用操作 不用操作 我就直接用那个 这个是我们雷切的软体 我示范给各位看就好了 所以你就把那个像雷切软体打开 那我们把刚刚我们做好的这个图 我们把它存它的专有格式 刚刚已经变成向量图了 所以我们档案我们就另存新档 那刚刚那个雷切的格式 它的交换图档的格式是DXF 所以我就存一个DXF档 这边不用跟着做 我就示范而已 那你就存档放在下载的地方 一旦你这个图片变成了向量图档 你在那种雷切3D里面 你这边就可以直接把它导入进来 它就是单纯的线条 各位看到 这个是雷切机的图面 那我们也可以在这里做放大 但是你抓进来的图呢 就是只剩下这个单纯的线条 抓进来图事实上就是单纯的线条而已 好那我们雷切这边 雷切这边就会根据你的图 比如说这个 这个我如果是要做那个雕刻 雕刻就是用挖的 雷射光用挖的 挖浅浅一层这样 然后木头都还在 这个叫雕刻 叫雕刻 那所以这个如果是要用挖的呢 我们就会给它选一个颜色 选一个颜色 然后在这个颜色里面做 做设定 那扫描叫做 那个挖的就是扫描了 扫描 然后就会给它功率 速度 那挖的通常速度要比较快一点 功率小一点 那这个部分呢 然后这里有一个 我这个把它勾起来 所以挖的它会显示这样 那如果是切的 比如说你要做一个小牌子 对不对 小名牌 我就再放一个框框在外面 那这个是我要割下来 所以我把外面这一圈呢 我把它选成切割 我就选另外一个颜色 选另外一个颜色 然后把它是一样把它选切割 然后功率大一点 速度慢一点 这样子才可以把木头切下来 那这样子这个牌子 其实就做好了 那你把这张 这个图面拿去雷切机 你把它存档之后 拿去雷切机那边 它就会在木板上 把这个 把这个 慢慢的挖挖挖挖挖 把这个图给挖好 然后外面这一圈呢 它就会用切的 雷射光功率就会比较强 就把它切下来 所以你就可以用这样的一个向量图 去决定说我这个部分 我是要 我是要雕刻 这个状态是雕刻 还是我要切割 如果你要切割就变这样 一样要选起来 它就会去划线 直接把它切掉 切下来你就变成一块一块的 掉下来 所以这个是在雷切机那边的设定 那我们3D也是需要这种 如果你这个东西要拿去做3D列印 那你也是要把它变成向量图 然后在3D画图那边把它长高 变成立体图 那所以不管怎么样了 就是我们这个图也可以拿去 Photocab里面用 它也是向量图 放大都不会变丑 所以我想这个部分的介绍 我们就先介绍到这边 那将来如果你去那个 做任何的那个艺术创作 向量图就非常的好用 我们就是都采用向量图了 那这个inscape的功能非常的强大 好 那以上是 因为时间的关系 我们这个地方本来就没有打算要讲很多 那但是就是会有这样的一个应用 跟各位说明 好 那接下来最后麻烦各位了 我们有一个简单的问卷 请大家填一下 那我把问卷的网址贴给各位 好 那现在那个问 网址在那个讯息列上面 网址在讯息列上面 那请各位呢 帮我们把它填一下 那你那个需要补时数的 如果你是没有在全教网报名的 要补时数的这四天都可以 你就注明一下你是参加哪一天的场次 然后你的身份证字号 就请你把它写在留言里面 那我会把资料全部交给那个朱校长 他们会帮各位补时数 好 那以上就是我们在这个云端出版时代 最常用的那个线上编辑 跟云端出版 跟那个简单的向量绘图 的一些简易的功能 所以其实你要做文创真的 文创真的很简单 小朋友只要会拿 会用麦克笔画图 你就有办法拿这些图案来做 来做那个 做相关的一些应用创作 好 那就请各位把 把那个问卷填一下 好 那非常感谢各位这四天 应该有人连续四天都参加了 好 好那希望对大家有用 平板 那个我的印象里面 那个我的印象里面 Krone浏览器里面好像有 有那个 inscape的APP 我印象里面有它是有那个 那个那个网页版的 所以你可以找一下看看 有哦 有啦你可以试试看 但是我印象里面那个网页版的操作没有很顺畅 我上之前试过啦 我觉得它没有那么顺畅 所以你但是你还是可以试一下 但是不管你交哪一套 请不要交那个盗版的 所以尽量不要动全家桶 那个实在太高贵了 那你就算你们班每一个人都有买 你也是放在学校嘛 放在学校的话 全回家也不能用啊 那你怎么叫他交作业 所以尽量不要 好啊 即使有些 有些学校老师会说 我就有买啊 学校都有啊 对那是学校有啊 那问题是学生不能都在学校用啊 回家也想画怎么办 就会让他有那个想要盗版的念头 非常感谢各位老师啦 我知道很多老师四天都参加 还有很多老师都会帮我回答问题 甚至会教我新的东西 我也学到很多 非常感谢 非常感谢 那各位老师辛苦了 辛苦了 那就是请各位老师填一下问卷 谢谢大家 那个开课的资讯 其实我如果 如果我自己这边有开课 我都会挂脸书 所以我的脸书上面应该是资讯最 第一手的资讯啦 那如果我们中心那边有让我开课的话 我们中心那边 智慧教育中心或者那个 教师网那边也会有公告 所以 应该也都会有啦 欢迎各位这个 追追我的课 但是最近课比较少啦 因为已经下台一举功了嘛 所以不要太漏风嘛 就是有需要人家会找我嘛 没需要我就乖乖的 乖乖的这个在办公室办公的 好 好那感谢各位老师辛苦了 好那东西好用就尽量用 不要客气 还有任何问题都欢迎在网路上交流 好那我这个今天晚上应该也可以出关了 除非又塞阳性 应该是可以塞阴性的 感谢大家 非常感谢大家的陪伴 好啊有延期时速需求的 记得在那个问卷里面要写清楚 好谢谢大家 拜拜 好可以下课了可以下课 祝大家身体健康 好谢谢谢谢 谢谢强老师 谢谢陈老师 感谢各位协助的老师 那如果未来有什么需求 就跟那个县里面教往中心 或者是那个辅导团那边去反应 他们我们也有很多辅导员 随教可以随时服务 那中心也有开一些课 甚至有那个学校的那个辅导 所以也可以到学校去帮忙 或者开线上课都可以 欢迎有需要就提出需求 感谢各位感谢大家 暑假快乐 过了今天有的老师明天就换学校了 恭喜恭喜 希望各位顺顺畅畅 强老师 布丁做太多 兵不下可以宅配到我家来 谢谢老师 老师我可以请教你吗 请说 就是老师 你看一下我贴的那个网址 那边就是那样子 所以 他就抓不到那个蝴蝶结 因为好像按钮跟不太一样 那个抓不到那个蝴蝶结 就是你刚 因为颜色的关系 你那个亮度那边 你现在目前是0.45 你把它调高一点 调到0.6 0.7 0.8 它会比较浅的颜色 它也会抓进去 它是这样子设定的 就是颜色越浅 如果你越需要的话 你就是要把它的那个 那个亮度 截指的那个极限 亮度灵界指 这个要调高 调高它就会把 越浅的颜色也都抓进去 调0.6 0.7 对 再试一下 然后一样按一下更新 没有你那个 你的按钮好像跟我不太一样 那版本可能不太一样吧 我的是之前装的 按钮不一样没关系 就是一样是在这个位置 一样是这个位置 然后你要选的是描绘点阵图 然后它是亮度截指这边 不是其他的 是亮度截指 所以你这边把它设高一点 我来 我来 那老师你怎么切到节点编辑模式的 那是一个 左上角 左上角这个点点点 第二个 左上角第二个功能 这个 这个叫节点编辑模式 好 我现在再抓一次给你看 这个图片 图片 这黄色断带这个地方了 你如果数值太小 因为它颜色很浅 你去更新的时候 它这个断带是会不见的 那所以我们就把这个数值加 去加 加到0.6多 0.7多 那你再做一下更新 它的断带就跑进来了 其实就是加这个数值而已 等你确定可以 你就按套用 那个图就会帮你做好 大概就是这样 OK 老师还有刚才你前面 不是这个像样这个 是前面在教我们做照片集的时候 我就照你说的增加 就是看那个增加四页那个功能 但是后来可删除 他怎么会说可删除有12页啊 你你应该是 那反正他的可删除 就是在他的基本页数之上 他都是可以删除的 所以表示你那本书 是还有还可以 还可以不用那么多页啊 那不能删除的部分 就是他的基本页数 就是选三 我是像你这样选蝴蝶页 32页的啊 对 然后试试看那个增加四页 我就选那个清单的是 我选增加四页 但是我以为说可删除 也会写只有四页 至少四页 那他写可删除就变成有12页了 那就表示说 你那一个32-8是多少 24 表示说你那一本书 他的那个最少的页量是24页 就是他的最基本的那个量 是24页 所以你加了四页嘛 就变32页 可是你看他的可删除的 还有12页 大概是这样子 就是你去订那一本书 他的厂商 他要做这一本书 他的最低的成本 就是你这一本要有几页 这是他订好的 所以你只能比他多 不能比他少 多了他好处理 少了他就没办法出货给你 老师你刚说二十四是不是说 他其实那个第一就是他的两面的意思 他的板 他的板好像左边右边算两板 就是你翻开之后 左边右边这样算两板 所以 所以 虽然 虽然 虽然可删除12页 但实际上我们勾只能勾6个勾 对那就是左右算两板这样 哦好 知道了 嗯 老师您您再看一下刚才那个照片纸 那个页面吗 因为你说 我们可以自行 汇入插图 可是点汇入在两个字好像没有反应 你的会有吗 他下面 他下面不是还有一个按钮 你这右边是插图嘛 那所以你要去增加插图的时候是在这个地方 应该是这里 但是我先 那上面你说上面可以汇入 应该是在下面不好意思 这个汇入是指这个功能区块叫汇入插图区块 所以下面这里有一个新增插图 你从这里去点 然后就可以把你的图案都选了开启 他就会丢在这边 丢在我 他会新增一个叫做我的上传 然后你的图案就会都在出现在这里 那你就从可以从这里拉出去 拉出去用 好 所以新增是下面那个按钮 新增插图那个按钮 有下面的按钮刚才是正常的 对对对 上面这个没有按钮 上面这个是指这一个页面 叫做插入插图的页面 对 老师刚才你说一点半下课 然后我离开电脑之前 我没有把我的密尔断掉 可是我回来之后 我的密尔是被登出的耶 这个我就不知道了 可能是 网路自己的问题 对 可能是网路自己的问题 还是说 那个go.edu 是不是有一些什么设定 太久没怎么样就断线这样 应该是不会了 所以就不明原因断线 问题就是 但是一开始你教我们那个涂层那时候 对 你先有了文字然后再有那个虚线那个涂嘛 然后你就示范你的给我们看的时候 你的虚线是压在涂上面 但是我照你这样做的时候 我插住我的虚线是在涂下面耶 虚线在涂的上面下面都没有关系 对都可以利用那个功能把它调整 可是我是照你这样做怎么 同样这样子拉出文字再拉出虚线 可是你拉出来的虚线是 等于是压在图上 等于是在上层 应该是说 他那个 他那个 那个虚线 他预设的那种版面的 版面的控制的那个虚线 他是会针对照片 他针对照片他会直接套进去 他会让那个照片对号入座直接套进去 变成他的大小 那可是如果你是那个插图 插图是不会跟这个框会没有作用 因为他只针对照片 所以你插图再拉进来 他也没有办法把它变成 他不会套进那个板里面 插图是另外的 这样你懂意思吗 不是我是说 对一开始还不到作品集是更早以前 更早以前 更早之前 就是你一开始在介绍这个 这个功能的时候 你就是有搜寻 应该是说在CAMBA那时候 对不起不断讲英语 CAMBA 有点忘记就是你有用你有不是有搜寻一个 你有叫我们打字 对对对那CAMBA的时候打字然后字有很多花样 然后在你说可以搜寻线条 虚线那时候然后老师你就有文字出现在上面然后有虚线然后你叫我们要去处理涂层的时候应该像老师你做出来也是预设然后我照这样做也是预设 只是怎么我的预设是字是压是在图下面可是我看你你是因为你是因为虚线压在图上面所以你点右键的时候会说让虚线跑去下层 可是因为我却显是在那个文字下虚线是在文字的下面所以当我点右键的时候却是显示就出现说让它移到上层 这个倒是没有关系啦因为它就是两个东西有交叠的状况嘛那所以不管是谁在上面谁在下面嘛就是你两个东西叠在一起一定一定是可以决定改顺序的啊所以你就在如果你是点在上面这一张图它就当然因为它已经在最上面了嘛 所以它就只剩往后移的选项啊那如果你点的是下面这张图那它就只剩往前移的选项啊那如果你再来一张图你再来一张图三张图叠在一起 啊假使假使假使你这样三张图叠在一起那中间的这一张就会有往前往后啊啊但是上面的这一张还是只有往下啊这个没有没有什么关系啊 反正就可以移动就好啦是没有什么关系没有说只是我太好奇说我就是用一样的步骤做但是像你的电脑做出来就是预设是那样的 可是我是预设是这样应该是我应该是我刚刚前面做了很多很多次吧很多动作或很多次所以那个谁在前谁在后已经预设已经不一样了 哦好这样了解了嗯好谢谢老师不会不会不会 好那还有其他老师有问题吗哇还有八十几位老师不肯下线 我们下课了下课了谢谢大家谢谢大家 好有任何的问题我们就是在云端哦在云端再会了哦云端再会感谢大家好好放暑假了哦你们还有一个月哎我我我我就没有暑假好放了哦我们那个 算兼职行政哦所以就只有年假要排哦好感谢大家 谢谢老师谢谢老师 须职赞助